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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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來到我們的 進階黑魔法系列 今天呢我們要做了什麼呢 這大便指令呢 只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這個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箭魚 只要拿著我們特製的 石羽蒼燕弓 蹲下集氣射出箭時 它就會變成箭魚 掉下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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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下雨一般有沒有 那這個呢 它總共會射出 呃大概有 一百隻箭 因為它是十乘十的範圍 所以是一百隻箭掉下來 那很像箭魚 就是真的下雨的感覺有沒有 非常的帥氣喔 啪啪啪啪啪啪 很帥吧 那我們特別呢 用了不同的方式 我們之前的流星雨呢 是用蝙蝠的方式 這次呢 則是用落沙的方式 落沙 然後 把它消失掉 落下的沙子呢 會變成箭矢掉下來 這樣子 然後落沙也會一起消失 那有時候呢 沙子會卡在天空上 不曉得為什麼 有時候它就會卡在那個位置 但是 那好像有時候只是顯示錯誤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試一下 實戰中到底有沒有效呢 我們這個箭魚 看一下效果如何 箭魚 沒有錯 然後落下來了 但是 傷害似乎不太夠 因為只有一隻箭啦 能命中的箭矢其實只有一隻 箭魚 然後要下到正確的位置 那 如果要很準的話就是 取決你的集氣時間 你去控制你的集氣時間 所以我們的範圍已經是十層十很大了 但是呢 欸 射不到 欸 變成沙子了 射不到 嘿 欸 欸 直接命中 等一下我們箭矢直接命中 有了嗎 沒有 好難射中喔 等一下 我們想射中很難 想要讓變雨的時候射中 有點小難度 糟糕 我們要控制一下我們的集氣時間 不然就是要射很多箭好不好 射很多箭 總是會中的 總是會中的吧 你 OK 好累喔 我們箭矢怎麼 這種難瞄準阿 好不好 我們這個 箭魚現在是好看用 使用性上有點 有點困難 好 如果你真的要造成很大的傷害 就只能連閃 讓它箭矢下好多隻 但是這個很容易lag 對 我們目前只下一隻 然後如果要下很多隻的話 會大lag一陣子 所以這是比較危險的一點 然後 然後 有一個問題就是 沙子 有時候會變隱形的 卡在我們附近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動不了的就是 我已經被隱形的沙子卡住了 好 這應該算是 Minecraft裡面的一個bug 然後在這沙子的狀態下 沒辦法動 出不去 這邊就要清除沙子了 OK 其實有些很多隱形的地方 都有沙子的存在 只是我們 看不到 看不到 喂 沒中 我 射 中了吧 看到 再來一次 中了 欸 我們的沙子咧 欸 有啦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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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們那個箭矢 其實傷害 只有1 因為它只是從空中 緩緩掉落的箭矢 跟你拉滿光的箭矢 是不一樣的 所以傷害有差 所以 好像我們 這個是 箭矢 可能要換成那種 藥水箭矢 但是藥水箭矢 對一般的骷髏 或是不死生物又沒效 所以呢 呃 如果箭矢要多點傷害的話 怎麼辦 好像 也只能做成傷害箭矢了 不然要做成治療箭矢 那可能要分成兩種 要分成兩種 一種是打骷髏用 一種是打一般 苦力怕用的 可能要分成這兩種 特殊的箭矢來做 高傷害的效果 好 我們當然 來試試看好了 經過我們側葉改良之後呢 我們的箭矢呢 已經變成非常實用 而且很好操作了 來看一下 我們只要射出去 然後 馬上可以控制 箭矢產生的位置 那這次呢 也把 沙子的這個 bug的問題 減少到最低了 可以看到我們可以 就很正常很準確的 射下你想要的位置 這邊呢 我們把集氣呢 設定在2 只要集氣一下下 所以我們這次操作是 變成射出去之後呢 呃 你看一下你箭矢要 落在什麼位置 然後呢 我們只要蹲下 然後就可以馬上 變成箭矢 好 我們會在箭矢射到 欸 又出現了 那這邊我們設置的是 讓落下的箭矢呢 可以清除沙子 所以有時候 遇到這種沙子卡住的話呢 你可以再射到它上面 然後讓箭矢掉下來 但是那邊好像已經 集成一大塊 看不見的沙子了 欸 有有有有 稍微掃了一下下 但是 這沙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看這邊我們掃掉之後呢 它又出現了 我們這目前 呃落下的箭矢呢 是可以把 沙子給清除掉的 那這個問題真的很詭異啊 很奇異啊 好 這邊 就是有一個位置 你看那個空間就是 沒辦法清除掉 很可怕 那這邊呢 欸 近距離的箭矢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操控性 就很準確了喔 你只要大概抓一下 這個空間距離 然後蹲一下 就中了 有沒有很準 好 馬上中 欸 後面怎麼有人 後面怎麼蜘蛛 欸 太近的話好像不太行 太近的話沒辦法用箭矢啦 畢竟箭矢就是遠距離的招式 好不好 那邊 來 有了 欸 很準 然後我們的箭矢呢 也找到可以調整傷害的位置 那我們這箭矢一定是 必定暴擊 我們的傷害設定在100 然後是傷害100的 會暴擊的箭矢 所以基本上就是 可以秒殺 好 這邊我們遇到 通常都可以秒殺到 脫 喔 很準 非常準確 那這邊呢 一般的怪物就是一箭 就可以死亡 但是如果大隻的怪物呢 會不會一次中很多箭 一次中很多箭 傷害會不會累加下去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 看來又是要請 凋零怪出場的時候了呢 好的 我們準備好了 只要按下按鈕 很遙遠的凋零怪 就會產生 那趁它這麼遠的時候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劍魚 能不能秒殺它呢 中 欸 沒中 為什麼沒中 可惡 距離很難抓 還這麼遠的距離 中了吧 呦 我們都 少了一下啊 這樣 有 有扣到一百嗎 感覺好像 還是只有一箭的傷害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個傷害本來就是一百 那凋零的血量 大概是兩三百 對不對 好像傷害差不多 就是一百的傷害 中 有了吧 這個距離感 這麼遠的距離感 真的很難抓 其實我們這是十成十的箭魚 但是 要命中也是 有點難度欸 好不好 欸 這樣也沒中 它到底在哪裡 欸 好 那上面都是沙子了 OK 這邊我們要使用大絕 就是 按著 集氣 就會變成超大範圍 然後 還是沒中 喔 有了 欸 召喚出 召喚出殭屍了 不對 是因為那個 我們上面有沙子 所以有點暗 有出怪 好 我們按著修不成的 呃 可能會讓這個沙子 Bug越來越多 我們看到那個天上 已經全部都是沙子了 看不見的沙子已經超過那個高度了 好 我的箭矢 射不上去 呵呵 那邊全部卡住 好 我們再想辦法 看能不能解決 瞄準 嘿 有了吧 欸 嘿 有 欸 太難抓了吧 這個距離感 到底它在哪裡 有 可惡那邊好像是隱形沙子 中不了欸 你到底在哪裡 抓不中 嘿 好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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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x10 沒想到距離這麼難抓 我們是不是要把範圍再擴大 欸 把沙子削下去 欸 削不掉 削不掉 那邊已經是Bug區了 Bug區了 你看那個殭屍怎麼 在那邊隱形的方塊有沒有 隱形的方塊 Bug區 有有有 稍微削了一些些 呵呵 這難度還真高欸 好不好 這個凋零 我們的距離感 距離感 距離感加油 喔 裡面在生怪啦 距離感 射不到 不行 那邊都是Bug區 哇呦 我們箭矢根本射不進去 好 等它出來 等它出來 欸 有掃到了 掃到了一下下 它應該 要進入第二階段才對啊 第二階段 應該是近戰型的 好像沒有來找我 嘿 欸 有中嗎 有中嗎 好像沒中 它在破壞我的沙子 因為那邊好像是 變成Bug區的沙子了 它好像被困在裡面了嗎 欸 我直接用普通箭矢打打看 啊 第二階段好像不怕投射物欸 好 第二階段好像是 需要用劍來砍的 所以我目前的箭矢 好像沒辦法對它這種的傷害了 好 我已經把沙子給清除掉了 真的是非常的麻煩 好 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Bug給解除掉 嘿 有了吧 有了吧 好 但是就是一樣 打不死 雖然我們很精準的瞄準 但是 打不死 OK 箭矢會被它彈開啦 所以沒辦法 這個第二階段 就是這樣子 你看 這麼近就是彈開 無敵 好 所以我們鯨魚呢 是沒辦法擊敗凋靈怪的 除非我們一箭傷害如果改成500呢 試試看 好 那凋靈又恢復成第一階段的狀態了 這邊箭矢就可以造成傷害了 中 有 死了 好 一箭500的 欸 沒死 等一下它更性 真的假的 剛剛一箭500的 一箭500欸 它只剩半血居然還不會死 為什麼 說好的一箭500呢 打不死啊 太強了吧 居然更性欸 啊不對 我有幫它準備復活圖騰啊 啊 忘記了 忘記讓它 它有復活的功能了 所以它現在就是 起死回生 而且 箭矢又沒辦法造成傷害了 所以又要再一次用箭砍才行 那接下來我把箭矢的 箭矢的頻率增加了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 箭矢的密度會 變得非常多 好 那一大片的雨 看起來更像雨了 超濃密 超濃厚的雨滴 好不好 箭矢 好 超強的箭矢 有沒有 超多隻箭 好 但是 其實傷害還就是 一隻吧 反正沒有人可以抵擋住 一隻的傷害啦 好不好 除非它 除非它會復活 不然沒有人 可以抵擋住 這樣一箭的傷害 OK 就是這樣的 箭矢的感覺了 凋零怪血量是不是 補壞了 等它補壞 我們再把它終結掉好了 好 這樣子的感覺 OK 算是一個新嘗試 好 我們今天算是 可以成功 有稍微改良過了 但是這個箭 好像太多了 多到還是會有點lag 對不對 有點小lag 一點點 好 發現凋零快被打死了耶 它一直在打蜘蛛 一直在打苦力怕 結果它自己也快被打死了耶 這個凋零在外面 怎麼好像可以 靠它來打怪啊 欸 凋零感覺可以 變成我們的好夥伴 只要我不要靠近它的話 呵呵呵 你看喔 那邊苦力怕 炸它有沒有 喔 你看苦力怕 炸的傷害可高的 然後蜘蛛也會咬它 可是它其實 它可能自己會把它打到死耶 它可能會玩死自己耶 好 它沒有辦法被苦力怕打死啊 我們需要多一點苦力怕 苦力怕加油 炸它 呃 它快死了 它快死了 拿一個高壓苦力怕 它就 它就要死了好不好 我們幫它 多一點苦力怕 不要再偷回血了 有了 那邊一大坨苦力怕 要炸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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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還沒 加油 欸 苦力怕加油 炸它 炸它 喔 有了 再一點 再一隻 炸它 炸它 有了 沒死 欸 怎麼還沒死 又更性了 呵呵呵 這個凋零怪好狂喔 它一直 在扭來扭去 它好ㄎ喔 欸 死了 最後的尾刀是苦力怕的 好不好 這個凋零 終於最後被鬼怕給炸死了 怎麼那麼好笑啊 蠻有熱氣的感覺 OK啊 那我們今天的劍雨呢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雖然是成功啦 算是成功 實用性也增加了 然後這個BUG度也稍微減少了 那那個空中的那種隱形沙子 真的目前 不曉得該怎麼解決了 大家有什麼更好的想法也可以 分享給我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呢 別忘了按下喜歡 那今天一樣我們超過2000個喜歡呢 會把相關的指令分享給大家 那不過我們這個指令用的有點多喔 就是世界上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大家可以自行的改良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來囉